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靠的不是面子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的功能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德佛 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8号的股市万德佛 我很恭喜各位今天看阿德的节目 因为今天大盘大跌188点 我说老师188点不叫大跌对 没错 你讲的真的没错 因为现在接近一万七嘛 对吧 跌趴 跌 也要跌 跌多少 跌两趴 也算跌 那如果跌五趴就大跌了 我还说 不是哦 阿德老师 那个跌三趴我们就吓死了 会吗 不会啦 我告诉各位啦 你看看一看 今天只有三百多亿而已 现在成交量只有三百 三千多亿而已 对吧 还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有什么 大家都忘记了啦 其实股票市场 我常常开玩笑 股票市场有三宝 我老师 是什么乌拉草那种 不是不是不是 股市真的有三宝 你把这三宝记起来 你在股票市场 你做的就很快了 而且你做的一定会赚钱 不用跟着很多专家 在那边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一会儿什么航空 一会儿什么军工 一会儿什么AI 一会儿什么什么的 那个内需股 重电股 观光股 你把整个台湾股票市场 跑一遍 我问你 你有赚到钱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就把这三宝记起来 股票为什么有三宝来 你看大盘 今天为什么跌一百八十八点 道理很简单啊 因为所有的数据都说很坏啊 我们台湾什么 连续九黑嘛 五月份的出国值连九黑嘛 对吧 好 那如果数据一直坏一直坏一直坏 专家就跟着你说坏坏坏坏坏 一直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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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就把股票一直到 一直到一直到一直到 好第一宝 如果专家都是看着数据 一直跟你讲相同的话的话 如果你看到你再仔细看一下数据 五月份 五月份 四月份 再往前看一点 好像一二月份最坏嘛 对吧 三四月又比一二月好一点嘛 那五月又比什么 四三四一二又好一点嘛 所以如果越来越好就是代表什么 专家一直告诉你说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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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保我告诉你 那你就赶快买就对了 因为当数据一直说坏坏坏坏 当数据没有那么坏的时候 指数都先反弹 不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吗 你看看去年十一月 去年十一月在反应什么 反应一二月嘛 对吧 十一二月是不是反应一二月 对吧 那二三月不是反应一二月吗 对吧 所以说去年就反弹一波啊 两千多点 那这一波在反弹一千四百多点 所以当大家都一直讲坏坏坏坏坏 暴时出来的数据坏坏坏 那你就记得 很多很多股票 它都已经领先上涨 对吧 有很多股票涨好几倍啊 有涨三倍涨四倍的一大堆啊 未来如果多头市场下来的 上半年下半年有比上半年好一点的话 那那个涨三四倍的 未来都涨五六倍七八倍 还有十倍的一定一定有嘛 那股票市场不就这样嘛 所以你把它记起来 股票市场有三宝 如果你看到那个 那个耍宝的那些专家一直跟你讲很坏的时候 你如果发觉那个数据没有那么坏 那赶快买 赶快买 因为你像那个资安股有没有 有的股票已经涨了三四倍了 默默的它已经涨了三四倍了 对吧 那第二宝其实很重要 很多人的看法 尤其专家 专家都看不懂 有的看好有人看坏 看好的很好看坏的很坏 那到底好或坏你都不知道 那每天报纸上都跟你写 譬如说像AI有人说他会把台 把人类灭绝了 人类会GG了没有呢 看很坏啊有人说不会啦不会啦 只要未来就有规范就好了啦 有人讲的很坏有人讲的很好 如果大家看法都不一样的话 那这些宝贝专家在看这个的时候 那你股票赶快买 为什么 就代表说未来的趋势一定是这个啊 对吧 所以说很多股票已经领先涨了很多了嘛 不管你喜不喜欢 反正大家很分析的时候 买股票就对了 比如说啊像那个军工股 有人说做头啦 对吧 有人说做头啦嘛 对吧 有人说还没长完嘛 差很多嘛 要做头的就是要落下了嘛 还没长完就是要再起立了 结果呢 要看 亮灯掌顶 旗舍 真正是旗舍啦 创历史新高啊 那就表示什么 你看这宝贝 你看这神奇宝贝 看一看他专家的神奇宝贝 哪里在 共当共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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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才买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嘛 三宝 如果你一宝二宝都会的话 你股票市场一定赚很多啊 你如果第三宝你又知道了 我就跟你说啊 那专家哪里有宝贝的啦 哪里有生奇宝贝的 他会扣会穿啊 不是 不是你要看 现在没有什么好说的时候 他就跟你讲什么 讲数据啦 讲什么未来啦 他跟你讲的时候天 每天在分析每天在猜啊 比如说现在 什么事情都没有啊 他就跟你讲什么啊 哦未来会升息哦 因为什么澳洲的升息哦 加拿大会升息哦 加拿大已经升息了哦 所以说美国有可能升息哦 那升息有几%啊 不知道有可能30% 40% 50% 60% 70% 到底几%啊 我不知道 99%好了 99%好不好 结果如果没升息那一%对啊 是不是 所以说当专家这些宝贝专家 如果这个这些宝贝啊 如果一直拆一直拆 一直分析一直拆 一直分析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那你就不要管赶快买 赶快买就对了啦 因为这专家永远才不准啊 比如说我告诉各位 我不是在骂别人啊 你想看看 现在是6月份啊 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台湾的先生 古先生啊 用6月 6月会见低点 6月会见到什么 见到一万一啊 正下差六千点 差六千点 一万一现在一万六啊 我们不要说差七千点 差六千多点 差那些 所以这些专家一直跟你分析 一直跟你分析 一直在讲的同样一件事情 一直在跟你讲的话 你就不要理他 跟他相反做就对了 所以股票市场就有这三宝 所以现在你的结论是什么 我算是说要买嘛 一定要买啊 你不买怎么可以 比如说阿德告诉各位的 比如说AI会好 青云会不会好 一定会好 你不要说现在在震荡 因为他用脸喷上去了 喷上去了 现在震荡一下没关系 比如阿德给你的股票 来 我给你的这支股票 6月5号星期一的 本来我要开 因为股票涨停的太多了 我花太多时间去讲亚航了 那花太多时间 这档股票就没机会开了嘛 那我有没有事先给各位看 有嘛 每个人都知道这档股票是什么嘛 没错吧 好 那我今天开给各位 6577 亮灯涨停 来 看一下 我给你 这是今天 我们往前看 我们看第一张 这个是什么 叫做新主流标王 对吧 那我为什么敢打这个 因为会员有我才敢打 如果会员没有 我不敢拿出来 所以说到重点是什么 我给你的股票 能不能买得到来 你自己看一下 可不可以买得到 一定买得到 那你为什么不买呢 因为你怕 刚才阿德在讲 每个人都在听一套 对吧 你在看那个财经台 他一定跟你讲 现在是升息的问题 今天跌 他一定跟你讲说 因为台积电的问题 对吧 那分析到这个 我就问各位啊 台积电就算你通通都懂 知道他要怎么涨 他要怎么跌 他有没有办法 半个月 一个月 涨一倍给你 没有办法 只有这种股票才有 为什么这种股票才有 因为他新应用 新主流 所以阿德跟你讲 讲的没有错 很多人说老师 这有什么 我跟你说 他是隐藏版的军工股 你知道吗 他是隐藏版的军工股 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不知道 阿德说的你们就知道了吗 对不对 阿德我来说这支枸票 就正前没有人在说 对不对 这支支枸票 正前有人在说 我在介绍给你 我说这是新的阿 对吧 进风是新的阿 进风我没有讲之前 有谁在讲进风 6月5号我给你的阿 对不对 我6月5号给你阿 你可以买得到吗 来我们直接看这个 我6月5号给你在这里 你可以买得到吗 这不是涨停板 你可以买得到吗 这两根涨停板 对不对 所以说股票是什么 股票是没有人要买的时候 你先买起来 因为他是新用新主流 你就等着看 这些股票未来还会涨 我让我老师 那我就买这一档就好 可以阿你可以追阿 对吧 差20%差30%追看看没关系阿 如果在震荡的时候 你再砍掉 如果又涨上去 你又追上去 那就不对了 所以我要告诉你说 我给你的 你真的不用想太多 你做股票你没想太多 很多人喜欢想太多事情了 你很多人就会说 老师我做股票 我一定要有基本面 我做股票一定要有本益比 本益比一定要低的 本益比不能高 本益比如果高的话 那有股票就不好 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给你讲这一档股票 叫亚航 亚航赚多少 赚15块 亚航他赚15块 佣老师你在奇笑 不是吗 亚航没有赚15块吗 不然他赚10块 老师你不要乱扯了啦 2360我去查过了啦 你查过了吗 你真的查过了吗 有好你有查过 你有查过雷虎吗 雷虎啊 8033雷虎你有查过吗 雷虎有没有赚10块 佣老师你在鬼扯啊 不是啦 老师啊 你今天是吃错药了 怎么雷虎 雷虎的第一季 根本都不会赚钱 你也来 对哦 那我问你 那你听那些 民事那些专家 那些财经台 跟你讲本益比低的比较好 不是奇笑 是他们奇笑的阿德奇笑 阿德大家说他赚10块 你说阿德奇笑 对啊 你认为阿德奇笑 阿德有给你吗 国家有给你吗 买对吗 阿肉你有四天的时间可以买嘛 对吧 那我问各位 你有四天的时间可以买 那今天呢6月8号 今天6月8号的亚航 如果你只有200万好了 如果你只有200万 我跟你讲说亚航赚10块钱 你说阿德疯了 你认为他赚了少少的 对不对 都赚了多少 老师 你不要把他骗了 你不要 你是吃错药 他第一季才赚0.0而已 你打工贪10块 喔 是喔 那我请问你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可以涨217% 我这个问题就很多人开始在想喔 他如果不是赚10块 他凭什么涨217% 如果本益比 可以准的话 有人会输钱吗 不会嘛 每个人都富翁了嘛 你去找那个本益比最低的嘛 所以我今天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有200万 对吧 那你可以赚多少 434万 连你的本金 634万 你觉得可以吗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嘛 价值是什么 股票的价值是什么 未来嘛 分析师的价值是什么 帮你赚钱嘛 对吧 阿德的价值是帮你赚钱 股票的未来 就是他的价值 那我今天我就跟你讲亚航他赚10块 你一定说笑的 你是笑的 阿德是空的 阿德是笑的 对啦我承认我笑的 因为他第一季赚0.02 股价涨了两倍多 创历史新高 那我请问你 你拿阿德的股票到底是笑的还是正确的 你觉得呢 你觉得赚600 如果你用200万 你现在的资本就有634万 你觉得够吗 你觉得够吗 如果够的人请举手 如果觉得够的人请举手 那等一下这档股票你就不要拿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不够 为什么叫不够 其实道理很简单啊 我们在做股票的话是要怎样 要会赚钱而且会赚大钱对不对 没错吧 好那我请问各位 如果今天我 昨天有一档股票给你 你有拿 那你有赚 今天我不开我再送给你 你没有拿的人要不要拿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刚才的问题我们再讲一次 有很多人在市场上 看看每个节目都要看一档名牌嘛 对吧 你需要的是一档名牌帮你嘛 你不需要这一堆名牌帮你嘛 对不对 你要的是比如说你只有200万 你要200万能赚200%嘛 你最好能赚400%500%600% 甚至赚10倍好不好 对嘛 你希望这样嘛 那你跳来跳去干什么 你那么多股票要干什么 所以说我现在只问各位一件事情 如果我送给你一档股票 我星期三送 今天星期四我在送你 他刚起涨我为什么不送你 他刚起涨我为什么不送你 你拿到的人为什么不会买 你要买啊 因为AI电动车军工他都有啊 因为到今天他只有涨到 涨不到20%啊 对吧 我星期三送给你的 他涨有连续两天都涨停板吗 没有嘛 他只有涨十几%而已嘛 那我请问你如果他在低档 你要不要选 不用选嘛 因为一支第三倍嘛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的话 今天很多人看到网络 都想说老师 你的股票真的是厉害喔 因为我的K线图先让你看 我的K线图先让你看嘛 看完了你在哪 那他有没有涨停板 他有没有涨停板 用老师 有啊 那我给你的时候你买得到吗 老师买得到啊 所以我就问各位一件事情 那我请问你 我请问你 我请问你 我请问你一件事情 那这种股票的话 如果在网络上有看到K线的人买了以后 你要不要把他卖掉 当然不要把他卖掉啊 因为他还会涨啊 因为他还在低档啊 那你要叫阿德开 当然不要啊 就像你在想象一下雷虎 我十几块给你当朋友嘛 一字头当朋友嘛 那如果六七十块叫你买的人 你认为他是朋友吗 他手要薄嘛 对不对 我十几块请你买雷虎 是不是朋友 是嘛 如果六七十块 然后再跟你讲说他会涨到一百多块 那是什么朋友 有时候猪朋狗友 如果你有十几块的六七十块再加码OK 没问题 好的 如果你现在 什么都没有看到一档股票 已经涨了三倍快要四倍了 追 那不对了啊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 讲的一件事情 阿德给你的股票 叫做三 就是工 抢 抢 抢 又要不要选 呀 那walk 没有 那本益比太高了啦 那他為什麼會漲兩倍 你如果能有兩百萬 那你現在有六百多萬 你大部分的問題有解決一些了吧 譬如你想要買房子的人 你現在兩百萬變六百萬了嘛 多少有幫助一點了 所以你在股票市場你是要買什麼 買會大漲的股票嘛對不對 所以我想要整理很久很久很久 就在這裡等著你賺嘛 這股股票之前我也送過 他如果在股票的時候都用噴 不是嗎 所以我給你了嘛 你要不要選 你不用選了嘛 因為阿德幫你選好了 從一千多黨裡面幫你選好了 從三個大主流之中幫你選好了 所以他整理很久很久了 我現在就等你什麼 如果你真的有兩百萬 你需不需要一檔股票 可以賺一倍兩倍三倍四倍五倍 這樣才能真正幫到你嘛 如果做一個分析師做一個阿德 沒辦法找一檔股票 可以標倍的 每天跟你換 每天跟你換掌停板的 每天跟你追掌停板的 你要拿他幹什麼 你要拿那些股票幹什麼 拿那些股票幹什麼 是不是 現在所有的老師 報一九十九都在幹什麼 所以說來 電話比較好通 打到爆 因為阿德講得那麼大聲 阿德就是有那麼能力 把最好的股票送給你 打電話進廣告 好 全民抗掌大作戰 888抗通膨專案 讓您輕鬆的負擔 幫助您快樂的賺錢 抗掌專線02-8511-3366 抗掌專線02-8511-3366 頂頁投股 投資這條路是孤獨的 投資這條道路是辛苦的 盡心思考 二十年來堅守專業與熱誠 似乎不夠 總想著能為投資者多做些什麼 你們就是我們的支柱 你們就是我們的動力 用心去關心每一個股市投資者 頂頁投顧全心照顧02-8511-3366 我是氣象達人彭啟明 我的神水好習慣是 會把洗澡前的冷水沖洗水通通收集起來 可以用來沖馬桶還有拖地 一水多用結尾用水從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氣象局吳婉華 我的神水好習慣是把洗漱果的水 和廚師機裡收集起來的水累積起來 用來澆花擦拭家具還可以拖地喔 一水多用結水可以很輕鬆 我在股市打拚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面子 我靠的是專業 黑馬波段 精選標普 我戰無不勝的功能 你的新人生 股市萬得不 透露嗎 可以 我直接告訴你 這檔股票其實很簡單 因為未來它的營收 爆 為什麼爆 我只說這檔 因為人家已經聯合 這不能說 這個我就不能講了 因為未來它聯合全世界前幾大 前幾大的公司要合作發展產品 好 家在沒說出來 那說出來好像是中國 來 打爆它 讓你也賺爆 三強 藏廳王 祝各位才會生命 敏哲姐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